马先生你好 您十年前有你的设想 用电商改变整个中国人的生活 从我们一般人来看 三个字可以形容 假 大 空 你当时 用我的感觉来说 也是在假大空 来跟你的员工来沟通 跟你的十七罗汉在沟通 但是为什么你能 将那十七罗汉变成十八罗汉 然后一直在让淘宝再前行 你认为是假大空 我从来就没认为过 有人说马云你的讲话 我们很喜欢 什么原因你特别能讲话 你是不是当过老师 你们这儿举举手 有多少老师 你们是真的喜欢听他课的 估计不多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觉得 我以前当老师 是总是提前五分钟下课 大家都很高兴喜欢我 是不是 不是把教材的东西都讲完了 学生就喜欢你的 知识是用来唤醒智慧的 我跟我同事讲话的时候 是希望唤醒他们心中的一种共鸣 我讲的也许是错的 但是我相信我在讲的话 很多人演讲的话全对的 但是他自己不相信 忽悠和不忽悠的区别是什么 忽悠是自己不相信 让人家相信 真实是我相信 你们想不相信 我知道你们慢慢会相信的 是区别 我从来没想过假大空 假如是假大空 我的员工 不是最出色的精英 但他们绝不傻 三个月就觉得 不靠谱 他得比你还快 所以我觉得 十年以前到今天 我还是这么在讲话 说明没那么假 也不空 只是 我们看到的是愿景 我是为未来工作 我绝不为今天工作 如果你们创业者 要想做这条路 所有在座的80后90后 你们的时代 还有十年以后的事 不是今天 我们淘宝的时代 不是今天 淘宝的时代 是二十年以后的淘宝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录像 它会变成怎么样 这是我今天在努力的事 我今天就会变成功了 我今天就会变成功了 我今天就会变成功了